今天pre-show之前上了英文课 现在来上一下生物课 很快的来谈一下我们的脑子 我们要来谈一下我们的脑内线路 你知道吗 同一句话 我们对一个人说跟另外一个人说 产生的影响不一样 有一些人会觉得一听他当耳边疯 但是有一些人听到这句话 可以把它深深的刺入在灵魂当中 所以每一个人消化我们的建议跟回馈 都会有不同的方式跟解读 比如说我交代小组长一件事情 好 我交代给宇翔哥 我跟他说我交代一件事情给你 然后我跟他说加油你可以的 然后宇翔哥听见了呢 他就会说好 我真的是会全力以赴 可是你知道吗 同样一句话如果我对王婷姐说 我跟他说加油你可以的 你知道他会说什么吗 他会觉得是不是影忠哥觉得他不好 不好的人才要加油 不好的人才需要更努力一点 加油是给需要更多努力的人说的一句话 所以你知道另一个例子是这样 同一句话如果今天夸奖这个 好 郁星姐好了 我夸奖他说你穿的衣服还蛮好看的 他会回答什么呢 他会回答说那还要你说吗 可是如果同一句话 我如果跟立方姐说 我说立方啊你今天穿的衣服好好看 他会说哈哈哈哈你想死吗 他就是会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明明是同样的一句话 我都告诉他们说加油你可以的 我跟他们说你穿的衣服好好看 他们给我的回应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常常在想那这问题是出在我身上 这问题是我语气的问题吗 还是我对我没有资格说他们穿的好看 是不是还是怎么样等等之类的 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那你知道除了他们的脑内线路不同之外 还有他们这个 还有他们的心情啦 我和他们的关系啦等等 所以跟你旁边的说要会看人的脸色 好所以脑内线路会影响到我们的人格 好让人倾向于这个焦虑啦 乐观啦内向外向敏感或坚强 也会改变我们面对一件事情 所带来的反应 比如说那个坏事好事带来的反应 它同时呢会影响我们经历 情绪的高点跟低谷 绝望和难过 那也会影响我们经过这些绝望跟难过之后 我们恢复的能力有多快 比如说我们经历了人生当中的暴风雨 是不是经过这个暴风雨之后呢 当你理解自己的性情 理解自己的线路 你就可以比较好的去面对 所以我们会说一件事情 我们说想法加上感受会等于故事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除了你脑子里面 上帝创造你的时候 给你的这个脑子之外呢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脑内线路 不过是故事中的一部分 我们的故事还会自带情绪配乐 好 什么意思 好 意思就是说这个故事的结局好不好 除了你们的脑子之外 还有关乎一些你在里面放的配乐 好 配乐 你一定可以懂我在说什么 比如说呢 我们常常会脑补一些事情 会有一些的配乐跟画面 可以给我第一个配乐 没关系 好 我们会听到一个配乐 我越来越有免疫力了 好 所以 好听 可以 就这样子了 好 不需要再放了 好 这样这样这样 好 不需要把画面播出来 对不起 好 所以 你知道在这个歌的时候 我听到 其实我不是觉得这个歌很难听 真的真的 我重申一次 我对张辉妹本人没有任何意见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对 我不觉得这个歌难听 只是你知道有时候 这个配乐 会让我想起很多事情 这个 不要笑 有什么好笑的 这个配乐呢 常常会让我想到 比如说吹头发 有时候投篮啊 等等的一些画面 就是你知道 有时候它不太能够忘记 所以这个配乐 如果加在里面的话 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那现在还会多加一个画面 就是你们窃笑的脸 所以我尽量不去听这个配乐 好 再来还有另外一个配乐 好 另外一个配乐 我也会越来越有 好 可以停了 可以停了 好 你知道 你可能会因为一些作者 而讨厌一些歌 可能 我说可能喔 我说你可能 你可能 但是你知道这首配乐 会让我想起一些 我自己不太愉快的事情 那你知道甚至还有人用这首 他还用他唱的歌叫我起床 这是一件很恶劣的事情 所以以后大家尽量不要这样做 好 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 有鉴于我认识演唱这首歌的人 好 我跟他有一些过去私人的一些 一些 我们称之为结好了 这个信仰可以讲结吗 有一些这个 对 有一些结这样 那真的 我饶恕了 真的 我饶恕了 我非常希望可以传福音给他 对 如果他现在在我的面前 我有他的电话 我甚至有一个机会我可以的话 我很愿意跟他分享我的信仰 对 我很愿意跟他分享我的信仰 不要跟我对话 好 不要跟我对话 好 重点来了 今天有一首歌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 刚刚我们说很多的配乐嘛 不管你心情好心情不好 今天我有一首歌要跟你们分享 我希望可以给你们一个全新的配乐 这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歌 刚刚树卫姐也有唱给我们听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 还有周平姐 是的 十篇散 四篇的一到四章 我们一起来念 好吗 第一节 好 预备 来 我要常常称颂耶和华 我的口时刻赞美他 我因耶和华而夸耀 困苦人听见必欢心 要跟我们一同尊耶和华为大 让我们一起尊崇他的名 我求助耶和华 他便应允我 救我脱离一切恐惧 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发生很多 不是我们预期的事情 突然而来的灾难 如果你看很多 特别是现在的国际新闻 你会发现每一天都有令我们担心的事情 每一天我们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的 不期而遇跟事与愿违 那今天晚上 我要重新的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谱上一个属神的配乐 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画面 我们会有全新的故事 我们也会有从天而来的平安 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 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的神 我们愿意寻求他 赞美他 信任他 我们的灵里面会有一个确据 尽管这个世界 很多的环境非常的丑陋 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很辛苦 外面有很多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即使在最丑陋的时刻 我们也可以有最真实的信任 这是我今天的题目 叫做最丑陋的信任 因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信任之所以被建立起来 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一个辛苦又艰难 黑暗又软弱的时刻 我们的信仰从来都不是 永远都是光鲜亮丽的 我们的处境不会永远都是喜乐的 或许我们外面有很多不好的配乐 想尽办法要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充斥的在我们的心里 但是你知道 就是在最丑陋最绝望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 对神最深的相信 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知道答案的 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有能力解决的 因为我们的神他从过去 现在一直到未来是一样的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谢谢你 主啊不管现在有什么样的配乐 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上帝我祷告 今天晚上你有一个全新的配乐 当我们想起这个配乐的时候 我们会记得我们的身份 我们会记得永远 我们都可以到你面前寻求你 仰望你 赞美你 信任你 主啊因为你是知道答案的神 你是掌管我生命的神 你是对我有计划 有呼召的神 谢谢耶稣 今天晚上我们在 很不容易的过程当中 可是我们仍然对你有一个真实的信任 因为你是信实的神 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 祷告阿们 给爱我们的神一个最大的掌声 感谢神 他是值得让我们信任的 好我们要来看一下刚刚这段经文的 King James的版本 好就是在这个Elevation Church 他们有写了一首歌 其实就是刚刚苏维杰跟周平杰一起唱的这首歌 是在诗篇的三十四篇的一节 所以你们会听到他刚刚唱 I saw the Lord and he heard 然后他回应我们的这个过程 意思其实就是当我寻求你 你必垂听 也必从恐惧中释放我 我很喜欢用神的话写成的歌 因为你会更容易记得对吗 好就像我们的火把音乐 我们火把音乐写了很多的歌嘛 比如说当我抬头仰望 也是用诗篇写的 还有夺回这世代 还有什么 不行我不能再跟你对话了 好夺回这世代等等之类的 这一些我们会很容易 你会发现如果用神的话写的歌词 我们好像很容易记得 那如果我们改成叫你回去背金 你就会想说 哎哟我这个我记性不好 可是NBA里面每一个球星的名字我都记得 你会说哎哟我记性不好 可是你知道有一个动漫角色给大家看 他这个动漫角色叫做 亚多米尼史特雷达 好我不会再念一遍 好就是上次有一个高中生跟我分享的 他说哎哟我记性不好 可是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念出 十几二十个这种名字 我听都没听过 然后那个名字都是六七个字起跳的 所以你们跟你旁边的说 你真的可以背圣经 好你知道如果你真的相信神听见你的祷告 你通常不会害怕 我们为什么会害怕 大部分我们害怕 其实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听见没 然后如果他有听见的话 我们会害怕 不知道他会不会照着我们想象的方式来成就 所以这首歌诗篇是大卫所写的 里面有一些的恐惧在他的当中 但他说我有恐惧 可是我寻求神 这是大卫当时候的心情 在诗篇三四章的一节 他说我要常常称颂叶华 好有没有觉得这里哪里怪怪的 我要常常称颂叶华 有没有 他写的有没有哪里怪怪的 有 我觉得有一点怪怪的 对我来说 我不会常常寻求 我也不会常常赞美 对 不是只有我啦 我自己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对 你不要这样看我 你应该也不是常常寻求神 对吧 你也不会一直寻求神 好 比如说问问看大学生 你骑车骑到一半的时候 有一个人从中间经过 你会赞美神吗 你会 对 你会 你应该也不会吧 就是当我们骑车骑到一半 突然 对 还是你们都会 我下次坐你们的车 这样 对 就是说当这个过程 或者是当你有时候 不小心踢到脚趾的时候 会吗 你们会 突然 赞美主 哈利路亚 感谢神 让我的脚趾异常强大 好之类的 等等之类的 你可能不会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 我们其实不会一直赞美神 而且我们更不会再发生一些 很困难的时候 常常寻求神 我比如说我不会在学测 可能没考好的时候说 I saw the Lord 或者是我不会在分手的时候说 I saw the Lord 可能会是S开头的 可是绝对不会是寻求 我们刚刚有训练嘛 S O U G H T 好你知道 很困难 但你不要误会 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些诗歌 我非常喜欢这些美丽的诗歌 只是我知道 我自己 我不会一直赞美 但是我知道 我的神仍然听祷告 你知道每一次 在这里敬拜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美 看着这个 年轻人在这里敬拜 我记得有一个画面是这样 我觉得每一次 看到他们敬拜的样子的时候 都是在鼓励我 鼓励我什么呢 你知道 他们敬拜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 有人会RMB 对 有人RMB 只是你不一定听得懂 有的人他们会表情很享受 有的人会跳 一直跳 一直跳 对 所以每一个人敬拜的方式都不同 但是虽然外面可能表现的不一样 不管外面下雨啦 台风天啦 不管你的心情如何 来到这里 我们就是可以一起敬拜 一起在心里有一个美丽的配乐 可能我们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个性 可是我们都在敬拜同一位神 还有比这个更美的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 听得见我们的祷告跟赞美 我们的神听得见我们的祷告跟赞美 不只是我们在这里跳而已 不只是我们在这里欢呼而已 第四节 我求助耶和华 他便应允我 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 我们的神在我们恐惧的时候 就听见我们的祷告了 你害怕的那一刻 我们的神就已经在听你的心跳了 你只要说救命的时候 你向他呼求的时候 他就可以帮助你 神并没有等到我们 好像读了很多的圣经 背了好多的经文 他没有等到我们更好 只要你愿意向他呼求 他就听见我们的声音 你知道Siri是怎么回应你的吗 你常会说 Hey Siri 对不对 我跟你说 你也可以跟神这样说 你说Hey Spirit I need you now 我需要你现在 就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充满我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相信他 因为我知道 他是听得见我祷告的神 我赞美他 因为他听得见 所以我会说 也许我不会一直赞美 但他仍然听祷告 好 我不会一直赞美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 神承诺的事情 都不是马上发生的 我再说一次 大部分的事情 神承诺我们的 都不会马上发生 甚至有时候 会发生很辛苦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他是一份 很丑陋的信任 这首歌是大卫写的 大卫成为王的过程 就像很多时候 上帝应许你的一样 并不是直接发生的 萨姆尔我们知道 刚刚还有人会拼萨姆尔 Samuel高我们的大卫王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大卫自己本人知不知道 他自己本人也知道 可是后来大卫被邀请去宫殿里 弹琴给扫罗听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大卫在弹琴的过程上 扫罗就拿锚射他 大卫不只是敬拜团 他同时也是一个战士 他在敬拜到的时候 伸手矫健的 会躲过来自领袖的突袭 所以如果我们要学 我们就学最好的 下一次如果是彭轩 或是Asa在上面弹琴的话 也许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演练 帮助他们随时 有一个备战好的状态 测试看他们 是不是可以专心一点 所以你能想象吗 你在服事的时候 你的领袖随时要拿锚捅你 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吗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 可是神保守他 大卫在这个逃离扫罗的过程中 一边逃 一边等待上帝的应许 这个过程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因为你的敌人认识你 敌人是谁 敌人知道他是那个牧羊 牧羊到 然后爸爸把他忘记的 敌人同时也知道 他是那个打赢哥利亚的 敌人也知道 大卫是有一个巨大的潜力跟胆识的 所以你知道有一天 这个大卫 他就是为了逃避扫罗 他来到了一个地方 叫加特王 很快念给大家听 在撒门尔记上的21章这边 他说亚籍的臣仆对亚籍说 好像Rap 亚籍的臣仆对亚籍说 这个大卫不是以色列的王吗 民众跳舞歌唱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歌颂的不是他吗 大卫听到这些话 担心加特王亚籍会加害于他 就在他们面前装作疯子 跟你旁边的说疯子 在城门上胡乱涂画 任由他的唾沫 沿着胡子留下来 亚籍对城部说 你们看这是个疯子 为什么把他带到我这里 为什么把他带到我这里 大卫会流口水 也许我希望在今天 各位你们 睡着的时候不要流口水 但是也不要睡觉 大卫听见这些议论 他非常担心 加特王会对他怎么样 所以他就装疯卖傻 他在相信神 在等候神应许的过程中 有时候我们会看起来很像一个疯子 你知道诗篇34篇是什么时候写的吗 如果你刚刚有看到那一段经文的话 诗篇34篇的一章 他这边有写 我们看现代译本 他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 装疯被赶出去后 做了此诗 好 你需要有一点想象力 他就是在那个装疯卖傻的过程 在逃亡的过程 他居然写下了这个诗 所以当大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他脑子里的配乐 脑袋里的配乐可能是我寻求神 然后他听见 可真的是这样吗 上帝真的有听见吗 在这种情况当中 他正在逃亡 他逃去哪里 他逃去敌人的地方 然后被迫要用这种方法脱困 你要想象一下 你是曾经的英雄 但现在你是流口水的疯子 所以第四节他说 我求助耶和华 他便应允我 不要闹了大卫 神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应允你 对吧 至少我看起来没有 至少我看起来还没有应允 所以大卫其实你根本没有把握 对吧 你的歌很美 这首歌很美 但真实生活中根本不是这样 比如说真实生活中 有时候我自己起床 我会不小心错过成根 我会不小心错过成根 可能服事到比较晚 可能找理由 错过了成根 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早上起床 真的很痛苦 我都觉得非常的累 所以你知道我都要听什么歌起床吗 我都听动漫的歌起床 对 可能你会觉得说 哇这个影中歌应该是 要放诗歌啊 因为早上叫醒我们的 不是异象跟梦想吗 早上叫醒我们的 应该是窗户旁边有那个鸽子飞过来啊 然后你会觉得 哇我这一天 神啊呼召我成为你这个 异象当中的奔跑者 不是耶 叫醒我的是台北桥旁边的标策族 因为我们住在桥旁边 超吵的 然后喇叭声 然后你知道 我不是放一首赞美诗 我是放这个 我的英雄学院叫我起床 对 抱歉 就是动漫宅歌 你知道 不是那种 对 我是放 I saw the Lord 没有 我是这个 然后就 我可以比较有力量这样 好你知道 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信仰包装得很花俏 很美好 可是你知道有时候仇敌 敌人哦 会提醒我们真实的情况 可能敌人会说 你才没有寻求神了 早上你有吗 今天早上你有吗 可能没有 你可能没有祷告过 你没有敬拜过 大卫装风卖洒在敌人的面前 然后你跟我谈 我求助耶和华 他便应允我 就离我脱离一切的恐惧 有没有一点矛盾 你跟我说 我寻求你 你必随听也必回应 所以我们要来想一下 这个回应到底是什么 这个寻求到底是什么 大卫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明明是在他最艰难的时候 他还没当上王 他在逃亡 他流口水 他被人鄙视 所以这个寻求是什么 寻求神不代表我要去到教会 寻求神不代表我 唱唱诗歌 有时候当我寻求的时候 我其实不知道 我的神有没有听见 特别是当我的脑子里 有一些不好的配乐的时候 就让我不是很想相信 因为现在的情况跟环境很苦 就很像当耶稣睡着的时候 门徒就说 主人难道你不在意吗 就是那种感觉 耶稣他就睡过去了 门徒说你不在意吗 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 上帝也没有那么在意你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 我们今天要练习做一个决定 我们要先决定 我们要先注入一段正确的配乐 就是不论如何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其实非常在意我们 甚至有时候就是因为他很在意你 他才希望你可以学会等待 他才希望你可以学会忍耐 因为很多时候 一个不懂得等待的人 他一定不懂得爱 所以我不会一直坚定 但我相信我的神仍然给应许 我没有办法一直坚持的不害怕 我知道我会动摇 我知道我的灵里面要有对的声音 我知道我的灵里面要有那个配乐 我知道神是持守应许的神 你知道圣经当中最美的诗 可能来自于最丑陋的情况 流着口水发疯 你知道最美的见证 可能来自于最黑暗的时刻 我寻求 但是我不能看见我的神 我祷告 但是我不能够感觉到他 大卫有七年的空窗期 七年的逃亡 不是七小时也不是七分钟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地等待神 而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刻 大卫写了这首歌 在逃亡的过程中 他写出了他对神的信靠 他相信神 但并不代表他不会有恐惧 他不是用自己的感觉去相信 他是决定去相信 他的信任是一个决定 不是看环境的感觉 所以我有一个体悟 我不能够总是感受得到 但是我相信我的神仍然坚定爱我 我不能够总是感觉得到 可是我相信我的神坚定爱我 大卫说他相信神 所以他没有去杀掉扫罗 对吧 因为他相信这是神的仆人 他没有亲手去杀掉 可是你知道他三番两次 比如说睡觉的时候 在大姐大号的时候 在大号的时候也有机会 你知道这是多好的机会 这个机会好到 就像是神亲自给你的 就像是神亲自给你的 但是大卫选择相信他的神 大卫敬畏神 不用自己的手攻击 神所拣选的仆人 哪怕这个仆人伤害大卫 所以大卫的心情是什么 他相信神有他的时间 有他的方式 神有他的道路 他心里的状态是 嘿我不用大卫的方式 我用的是神的方式 我用的是神的力量 用的是神的恩赐 嘿大卫 你本来有能力可以杀掉 藻罗的 你可以解决你眼前的问题 立马解决 可是你居然走开了 所以年轻人你要想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任 你有机会现在解决问题 可能 可是你居然走开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辛苦 又丑陋的信任 我必须要说 有些时候 我们真的很难完全信任神 可能一边是信任神 一边是人性 对不起 我可能不会说 它是软弱的时刻 可是我会说这是人性 因为这并不代表说 我不爱神了 不代表说 我不相信神了 只是我们待在一个 需要一步一步 看见事情 被解决的一个环境 不是吗 如果我看见这些事情 没有解决 有时候我很难相信 我很难相信神会成就 我很难相信 我的家人会信主 我很难相信 神对我有计划 因为我没有看见 我没有看见那个事情 一步一步的解决 所以你知道信仰 它不总是光鲜亮丽的 在大卫跟扫罗说 我曾经有机会杀掉你 但我就会放你走的时候 你知道扫罗回复他什么吗 扫罗说 我儿啊 愿你蒙福 愿你蒙福 你必会有大作为 也必会成功 然后大卫就离开了 好像扫罗回家了 大卫也离开了 好扫罗也祝福他了 听起来 接下来会更好 听起来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撒摩尔记 27章一节 这边说什么 大卫心里想 终有一天 我会死在扫罗手里 对 你没有听错 你没有听错 就是那个写出 这么美丽诗篇的大卫 同一个说 我相信神 我寻求神 他听见 他除去我恐惧 写出这些诗词的大卫 同一个时间 他也相信着这个恐惧 他也相信有一天 扫罗会把他杀掉 这下尴尬了 你知道仇敌 可能会很开心 他会说你看吧 你们刚刚在每个礼拜六 晚上你们唱的那些漂亮的诗词 到头来你们还不是怕得要死 我们不怕那些很尴尬的沉默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不会一直寻求神 我们不会一直有力气 你知道我用我少数的先知恩赐 就会知道你不会这样 而我也不会 我们不总是寻求神 我们在压力大的夜晚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寻求什么 我们会寻求宵夜 我们在孤单的夜晚 我们可能会用酒精麻痹自己 我们在自卑的时候 我们去到网路的世界寻找价值 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夜晚可能看一些不该看的网站 释放我们的压力 我们可能透过网购 我们可能透过消费 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从不同的人身上寻找安全感 我们从掌声名利权利地位当中寻找满足感 但是我要你知道 此时此刻你不需要觉得丢脸 因为那个躲避毛攻击的大卫 那个杀死万万的大卫 那个被高膜 被撒母尔拣选成为王的大卫 那个逃亡七年的大卫 他也在害怕 他也在恐惧 他也在担心有一天他会被毁掉 被杀掉 那种感觉就像 有一天大卫会把我杀掉 我觉得真的非常简单 我赞美上帝 我感谢他 可是我在这个环境当中 这个扫罗的兵马会把我杀死 我真的很恐惧 我赞美上帝 我感谢你 你知道这份工作真的很痛苦 钱又很少 压力很大 但是我赞美你 你知道他一直在这个起起伏伏 好像 好像有点精神分裂 对吧 有点精神分裂 他就是在这个很痛苦的 又写诗歌 然后又想起床 又不想起床 又想谈话 又不想谈话 又想去教会 又不想去教会 就是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知道吗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会起起伏伏 可是亲爱的我要鼓励你 重点是我们要朝着对的方向前进 即使我们会起起伏伏 你知道我们很难在生命 垂危的时刻 选择赞美我们的上帝 人们都会说 这个好像人的起头 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但是你知道吗 你真的很困难 我听一个牧师形容 你真的很难到尽头 因为你在到尽头之前 你会干嘛 你会为自己想办法 所以其实你没那么容易到尽头 你会想说 我可以跟这个人寻求帮助 我可以借钱 我可以再一次怎么样 我可以透过这段关系如何如何 你真的很难到尽头 我们没有办法学习 就是意识到自己在尽头 然后呼求神 我们对未来会有很多想法 大卫会想说 有一天我会被杀死 有一天我的生命会结束 我根本没有办法继续相信下去 我好累 我不能假装所有的事情都是OK的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会跟你说 每件事情都是OK的 会过去的 会更好的 会更好的 可是我没有办法假装 但是大卫 你记得吗 你记得你的神跟你有一个约定吗 你记得你有一个配乐吗 大卫 你会写出这个诗篇 你记得神跟你有一个约定吗 你是被撒末尔高过的 你是会被高举的 撒末尔高过你 你是会有应许的 所以你知道 我的心得是日子不总是好过 但神仍为你守候 因为寻求神不意味着你 永远不会感到恐惧 寻求神不意味着你 不意味着你永远不会有害怕的想法 寻求神不代表你永远不会感觉到自己疯了 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是根本没有人知道你在经历什么 你不知道你要怎么回去跟那些伤害过你的人道歉 你也不知道你要怎么拖着沉重的心情 回到那个伤害你的家 你也不知道你离放弃 没有人知道你离放弃多近 也没有人知道你在这个软弱挣扎上面 到底挣扎了多少个岁月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知道你在一间没有给你价值感成就感的工作上面 努力了多久 有多疲倦 也没有人知道你可能在等待一段被祝福的感情多久了 但是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的神 当你祷告的时候 祂听见 当你说我不行的时候 祂说我可以 当你知道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日子不总是好过 但是我们的神为你守候 这对那些觉得自己快要疯了的人 其实是很有力量的话 你不是疯了 你正在建造属于你自己的信仰 属于你跟神的关系 我再说一次 就是在这些最艰难的时刻 就是在这些你觉得你自己好像人格分裂的时刻 就是在这里你明明面对着你的关系 面对着你的课业 面对你的工作一塌糊涂的时候 这个时刻 你在建立你跟上帝信任的关系 你在面对你真实的信仰 不是每一个礼拜六来这里唱歌而已 不是只是记得歌词而已 你要有一个全新的配乐 建造那个强壮的信任 即使环境令人失望 即使现在真的很不OK 因为最丑陋的信任里面 有最荣耀的承诺 你在学习 行走在一个不是凭眼见的过程 而是依靠上帝所说的话 你知道吗 那才是确据 那才是确据 恐惧是真的 所以当大卫说神啊 把我的恐惧挪走的时候 不是在说 他再也不会感觉到恐惧了 No 他是有一个loop在他的脑袋 他有一个loop 这首歌会一直放 一直放 他不会一直敬拜 一直赞美一次 I saw the Lord 我寻求神 他听见 他回应我 我寻求神 他听见 他回应我 他会一直有一个loop在他的脑袋当中 他需要一直一直敬拜 一直一直赞美 因为事实是什么 好 事实是什么 这里很重要 事实是扫罗不能杀他 因为神已经高大位了 扫罗不能杀他 因为神已经高大位了 神所应许的必定要成就 跟你旁边的说一定要成就 所以今天在现场 我不知道有谁 你可能很需要听到 其实扫罗杀不死你 我不知道你有多害怕 你眼前的敌人 我不知道你沮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可是我要鼓励你 扫罗他杀不死你 你的失败跟恐惧杀不死你 那些失去不会让你失去盼望 因为神拣选你 因为神呼召你 即使只要花上大位七年的时间 也许他对于眼前的道路是模糊的 也许他感到害怕 可是你要相信 我们的神对你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好 撒摩尔记上 二十七章一节 大位心里想 终于有一天我会死在扫罗手里 所以我最好逃到菲利士人那里 这样扫罗就不会在以色列到处追捕我了 我便可以逃离他的手 看一下英文 今天上英文课 好 Samuel 二十七章一节 这边有一个红色的字 它有标明出来 The best thing I can do 他说最好 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大位说 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我们的情况可能跟大位一样不理想 他正在寻求神的帮助 他想说 神啊 你可不可以照着我的剧本 用我的方式帮我脱困 大位想要怎么样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他可能会想要怎么样 这个阻止扫罗 他可能想说 我可不可以不要逃亡了 我可不可以现在就当王 我可不可以现在就跳过这些 因为他会说 拜托我神我是被你拣选的 哪有这么落魄的 哪有这么丑陋 还有流口水的王 但是神并没有 现在就这样做 所以大位说什么 大位说 我能做最好的事情 就是逃走 他连逃亡的地方都不能选 我们还可以选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逃到这里 逃到网络的世界 逃到关系 逃到这个酒精 我们还可以选 大位没得选耶 他要选择他只能去敌人的地方 这是他最不想去的 他根本不想去非利式人那里 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他说我不知道神怎么处理扫罗 你知道有一些人会觉得 公平正义终有一天会来 公平正义终有一天会处理他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常常会 期待的 等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现在大位所能做的就是等待 不是回头杀敌 也不是回头跟扫罗报仇 他能够做的 我现在要请你用一个全新的眼光 来看信任神是什么 他不是回去用他自己的方式 信任神不是照着你以为的想要 信任神不代表说你知道神 接下来每一步要做什么 这不是信任神 大位只知道自己要离开这里 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逃离然后等待 大位只知道自己要离开这里 所以他所能做的事情是逃离跟等待 这个被神拣选的下一个王 居然在他曾经的敌人的领土上面 等待跟逃亡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寻求神 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个 对的逻辑跟答案 所以你要去想 现在对你来说 你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什么 即使事情没有改变 环境没有变 台湾的社会还是一样 可是你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什么 我不知道最终的结果 但我知道我的神仍然持守承诺 对大位来说 他的梦想是什么 对大位来说 他的梦想是当以色列的王 他的梦想就是 现在就可以当上这个君王 可是有时候事与愿违 神说不是现在 你知道吗 你现在想要的梦想 你现在想要的生活方式 你现在想要的感情 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 在这个阶段当中就得到 你知道吗 你需要等待 有时候神的呼召跟旨意 还在运送的阶段 好吗 on the way 还在路上 你知道有时候你要架的那个对象 上帝还在包裹跟整理 对他冷冻收藏 他还在运送的阶段 冷冻才能保鲜 对不对 不然送到这边的时候 可能会坏掉 但是你知道上帝还在包装跟整理 有时候可能你知道 你要取得另外一半 他可能还没来活把教会 神正在预备 神正在预备 有时候他就是在路上 还在宅配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你可能最想要的工作 你看见了 可是你面试了 可是你被拒绝了三次 你以为你错过了你最合适的工作 但其实有没有可能 神要开另一扇更好的门给你 我们在讨论的是信任 我不是要你自我催眠 对啊 我都没上 一定有更好的 一定有更好的 没有 我们在讨论的是信任 是相信他 即使很丑陋 很困难 很辛苦 寻求神 有时候会有一段空档 我不知道这个神的进度到哪里了 所以大卫 大卫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卫 他做他所能觉得最好的事情 你知道如果是我 我如果是大卫 我就想说我先立马 叫我的身旁 不管他从哪里来的 我就带一群兵 赶快去跟扫罗大打一场 对啊 因为我已经被告了 神说我是下一任的君王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招兵买马 不是吗 找一些强壮的 找一些厉害的 我就直接回去跟他大打一场 然后同时当上以色列的王 如果是我 我就想要像以前打败格利亚一样 再去打败非力士人 再去在敌人的面前 好像很厉害一样 然后同时又当上王 剧本应该长成这样 我想要这样的同时 我又想那样 这是我的剧本啊 你知道吗 我想要长得高又善解人意 我想要赚大钱 同时我又想服侍神 我想要长得帅又很温柔 我想啊 你们都不想吗 想是吧 对 其实还是说你们觉得 刚刚我讲的这些都跟我蛮接近的 没有 我寻求神 他听见 我寻求神 他听见 好 你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 我想要这样又想要那样 你知道我想要跟我最爱的人 走在沙滩上 看着夕阳 你知道 但是很可惜 我还没讲完 很可惜的是 我没有沙滩 也没有爱人 所以我戴上耳机 听着永诚哥的陈根 自己一个人呢 去篮球场投篮 因为这是我所能做最好的事情 对 我当然会梦想 那有一天 我去到沙滩上 然后有夕阳 他跟我在旁边 然后他谈论着我喜欢的事情 问我说下礼拜要买哪一个乐高 然后我就想 那我下礼拜想要 我当然会想啊 谁不会想 我同时想要这样又想要那样 然后结束之后 沙滩然后回去以后 开着那个法拉利 然后这样 然后一下开到家里 然后住着三层楼的房子 谁会不想啊 谁会不想啊 感谢主 感谢主我在这里 我所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 好 所以我等候 我敬拜 我相信 我赞美 The best thing I can do 我有一阵子脚断掉 好 我是说真的 我不是开玩笑 我怕你们常常觉得 我有些事情是开玩笑 没有 我的脚真的 有一次断掉了 是真的断掉 所以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在家里嘛 不然我断掉要怎样 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在家里 我干嘛呢 我举雅铃 然后我弄那个什么弹性绷带 维持激励 如今 我33岁了 我还可以跟一些 18岁 19岁 还处于巅峰期 很嚣张的家伙 在同一个战场上面 你知道 有时候上帝做事的方式 真的很特别 我以为我会落后 你知道 我那几天脚断掉在家里 就想说 他们都在长大 他们都在长高 然后我今天在这边 一拐一拐的 然后我就在家里 会不会想说 我以后不能跟他们打电动 不能够跟他们打篮球 不能够 好像也蛮好的 不是 我以后不能够做这件事情 我想说 我是不是没办法陪伴他们 我想说 我是不是错过了一些什么 你知道 因为腿断了 我当时也没有办法打鼓 对 也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 没有办法从床上起来到教会 真的最严重的那个时刻 虽然最后 我还在主持拐杖来了 最严重的时刻 那时候我没办法来 我没有办法起床去教会 可是我可不可以在床上 举手 赞美神 跟祷告 可是我可不可以 在这个过程中 仍然做 我可以做最好的事情 你知道 环境一直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可能没有办法 可能很多人也没有办法去到你想要的学校 但是 好不好 你能不能够尽你的所能 让接下来的这个大学四年 不要后悔 做你所能做最好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 我信任神 因为祂从不撇下我 也不放弃我 并相信有一天 神总是要带我去对的地方 哪怕我是一拐一拐的 我也会去到上帝要我去的地方 你知道 五饼二鱼的小孩 当下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什么 不是突然回去炒菜 然后把鱼 不是 他就是把他有的献出来 他就是把他有的献出来 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单单的把你现在拥有的献出来 接下来就是神的事情 你不需要搞清楚 接下来会发生的五十件事情 你不需要搞清楚 接下来在你生命当中 会发生的八十件事情 不需要 你只需要知道接下来你所能做的最好的是什么 是抱怨吗 是抱怨没有生在有钱的家庭吗 是抱怨自己的条件没有别人好吗 还是赞美我们的神 因为祂早就知道一切了 祂早就知道你会在这个情况 祂早就知道你会有现在的孤单 你会有现在的为难 你会有现在的苦难 祂早就知道了 因此你现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连结于祂 你知道吗 在这个过程中祂早就知道一切 所以什么是最好的 我寻求神 但是我的恐惧还在 孤单还在 伤害还在 我们希望的是 我寻求祂 祂马上就成就 对不对 主啊我一寻求 祷告你马上就成就 我们希望这个时间很快 但很多时候不是 很多时候我很犹豫 我要不要祷告 我要赞美吗 我要顺服吗 甚至有时候 我靠着自己的意志力 我选择自己去承担 我不祷告 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我可以做得到 结果最后我满头包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像我一样 所以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不是抱怨 不是做刚刚我们上面说的 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连结于神 因为神要做你根本不知道的事 当你连结神的时候 神要做你根本不知道的事 而且是美好的 是良善的 是充满荣耀的 是可以fit他的计划的 所以你知道 我们都知道大卫故事的最后是什么 神杀了扫罗对吗 大卫根本没有做什么吧 大卫有做什么吗 除了流口水之外 除了写诗 写诗之外 有啦他有做什么啦 不要这样说他 他有做什么 可是他对扫罗本身 其实并没有做什么事情 你根本无法想象神有多奇妙 扫罗呢他是拿自己的刀自杀了 你知道这么爱权威 爱恋权威的君王 他很害怕别人抢走他的王位 可是这一个时刻 他居然是选择自杀 而且还是用他自己的剑 大卫没有杀神拣选的仆人 他没有违背当初他的信念 因为他不想杀神拣选的 他没有违背当初他的信念 所以这就是你现在 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什么事情 我跟你说 你维持好你的品格 你保持正直 你持续去原谅一些事情 你持续去相信一些事情 你选择放下 但是千万不要回去找扫罗 你寻求神 再一次的寻求 你让你心里的那个配乐 可以不断的响起 尽管有时候我们感觉 我们的神没有在听 尽管我觉得我的神 有时候没有在听 尽管我知道有些人 现在他没在听 但是没有关系 你知道 尽管有时候撒旦也会这样告诉我们 他会说不可能 数据显示 原生家庭破碎的 长大之后 这个家伙的婚姻也会破碎 真的去上网查一下 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 但是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不是一直把数据翻出来 而是你需要寻求神 连结他 这是一份真正的信任 我要说这是一份真正的信任 所以这不是我想象中最好的 但这是我所能做最好的事情 我上礼拜 上礼拜这个 差不多敬拜团可以上来了 好 这个 我上礼拜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这样的 我给敬拜团一点时间 好 上礼拜呢 我去了这个 马街医院 好 我去马街医院 我做了什么呢 我 我去打针 我去打了两针 对 我去打了两针 正常来说应该打一针就好 但是我打了两针 好 这个 因为啊 因为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 以前从来没有的症状 好 但是请原谅我 我现在没有办法说这个症状是什么 但是就是 就是 为什么有人是用微笑的看着我 对 对 好 我现在没有办法说这个症状是什么 但是我确实发生了一些 这个从以前到现在 没有发生过的症状 所以我才会去看医生嘛 对 所以我就挨了两针 那你知道 我其实不太知道原因是什么 发生这个症状的时候 厉害的就是 这个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 我一直对我身体的理解就是健康 我觉得我蛮健康的啦 在各样运动啊 可能偶尔小小熬夜一下 偶尔偶尔 但是我一直来吃啊 我也不喝饮料 然后我运动 就都喝水这样 好 我觉得我蛮健康的 医生看到我的情况 劈头就问 你是不是最近面临什么大考试 我说对对对 我还在考学测 上次压力太大了 对 他以为我是大学生来着 知道吗 好 那 总之他跟我说 你最近是不是就是 压力很大 我就说没有啊 我一如往常的生活 他就说 你是不是一如往常的压力很大 他说我的压力太大了 所以我的自体免疫失调这样 概念是什么 就是自己攻击自己 我把这个症状理解成 就是面对外界的攻击 可能我太多时候 我选择忍耐啊 或是释怀 我以为 我好像let it go 可是对我的身体来说 这很像慢性自杀 他是一个慢性自杀 我其实蛮错误的 我去年健康检查的时候 医生跟我说 我身体年龄是20岁呢 还是是因为 他对每个人都这样讲 对啊 我想说奇怪 我射出来的 我根本没什么红字啊 那怎么会这样子的 我就说神啊 不要闹了 没时间了 对不对 马上圣诞节要到了 没有时间了 接下来还有这么 难道我没有尽心尽力吗 每个礼拜准备这些讲道 每个礼拜关心学生 每个礼拜做这件事情 请问神 我哪里没有尽心尽力了 还是我在哪里有得罪你了吗 还是我在哪里没有信心了 我问神说 为什么我的身体要自己攻击自己 你知道神很无辜 神可能会说 又不是我攻击你 是你自己攻击你自己 自己检查一下 自己检查一下 好 你知道同时 我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在祷告明年神 给我的两个字 一开始我其实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我还记得 上礼拜天吧 我服侍完打鼓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打完鼓哦 我就 我就下去我的办公室里 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 我知道我平常有时候很爱哭 可是不是在这种时候 我就下去办公室里 我在办公室里一直哭 可是我不知道原因 一直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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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礼拜天的时候 办公室会有很多小朋友进来找我 他们进来找我的都会说张颖忠 他就直接这样走进来 真的是他们是这样的 就张颖忠 可是那时候我控制不住了 我甚至在哭 他说张颖忠 我就 他就被吓到了 我跟你讲 他以后不敢再这样没礼貌叫我了 我就吓到他了 可是呀你知道 我一直哭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就去那个 我们的邪谈室 我就跟神祷告说 神啊 你给我的两个字是什么 该不会是哭了吧 哭了 或是哭啊 应该不是吧 然后我想说应该不是这样子 最近常听到大家说 明天给你的两个字 哭啊 我寻求你的过程中 我知道我会哭 拜托你创造我的 我超爱哭的好不好 只是我不会让人家发现而已 好 我跟神说 我的两个字到底是什么 神跟我说赞美 神跟我说忍耐的时候 不要只是忍耐 你要赞美 我寻求神 祂听见 祂回应 其实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可是我的神要我赞美 我的神要我赞美祂 你知道有时候 我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压力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教会可能现在 真的很少跟我同一个年龄 又同一个性别 可以跟我一起奔跑的 不管他是领袖还是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 还没有进入婚营 所以会有一些压力 比如说 我现在就是得接受 我的身体是这样 你知道我不知道每一步 可是我求神 带领我下一步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还要维持多久 我不知道这个症状 要维持多久 可是我求神 引领我的下一步 我求神引领我的下一步 我现在所能做的 最好的部分 就是起来赞美 就是信任祂 哪怕是在我最丑陋的心情面前 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在等待的过程 寻求神的过程 我们会有一个空档 我们不是要让赞美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一直一直 很有勇气的去赞美 可是我要鼓励 所有的年轻人 我们要让那个赞美的旋律 跟配乐 充满那个等待的空档 你要小心 不要让太多的怀疑 跟自我贬低 在那个空档当中 我们不要让恐惧 跟担心充满 不是每一个祷告 都会照我们期待的应语 但是我的神 仍然持守承诺 彼得前书五章六节 它说什么 所以你们要在上帝的大人手下 谦卑 时候到了 祂要提升你们 有时候枕头上面会有眼泪 但是我仍要相信 我的神说时候一到 祂要提升我们 祂要充满我们 祂要祝福我们 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 忍耐跟等候 可是等候的时候 等待那个时候来到的时候 知道神高升你 而我要做的 我所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称颂我的神直到永远 即使我的眼泪没有停下来 即使我的恐惧没有停下来 我仍然要相信 我仍然要谦卑地提醒 自己回到神的面前 你知道最丑陋的信任里面 有最良善的神吗 最丑陋的信任里面 有最良善的神 我相信我的神会帮助我 我相信有一些过程 是神给我功课要我面对 我相信祂会调整我 我相信当我走在祂的心意里面 祂会带我看不一样的风景 我相信祂 我信任祂 只因为祂是神 只因为祂是知道答案的 只因为祂是有能力解决的 只因为祂是复活的神 所以年轻人我要鼓励你 祂从过去 现在 一直到未来都没有改变 最丑陋的信任里面 有最美丽的对线 我要鼓励你在最艰难的时刻 请你相信祂 好不好 我们一起从座位站立起来 等一下我们要用这首歌来敬拜 这首歌叫做我相信 我要鼓励大家 等一下在敬拜的时候 也不是只是嘴巴里说我相信而已 不是嘴巴里说我信任而已 我要鼓励你 把这一个配乐 把这一个配乐 印在你的脑子里 印在你的灵魂里 以至于每一次你很艰难的时候 你要播放属神的乐章 跟配乐在你的里面 虽然很痛苦 虽然环境没有改变 可是你可以跟神说我相信你 你是三位一体的神 你是自下圣灵的神 你是从死里复活的神 你是即使我做不好 还爱我的神 你是 你永远都是守护我的神 我们就从头一起来敬拜 我们拥在了天赋 创造天地万物 全能的神 我们一起来宣告我相信 我们一起来宣告我相信 我相信天上的神父 我相信神自基督 我相信你所赐的神灵 三位一体真神 我相信荣生死后复活 复活比领导我 听我相信主耶稣的神明 等一下我们从第二节开始敬拜的时候 你要看见这些歌词是你的祷告 这些歌词是神给你的配乐 这些诗篇跟篇章是我们的神要充满你的 神谈着恶酒疏处 书不被定时讲 随过的奢劣 将至黑暗一切 将至黑暗一阵 永不莫停如荣耀 我相信我相信天上的神父 我相信神自基督 我相信你说赐的神灵 三位一体真神 我相信荣生死后复活 护活比领导我 因我相信主耶稣的神灵 年轻人我要邀请你一起来祷告 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 还有哪一个地方 你始终没有办法信任我们的神 你觉得说神啊拜托 我觉得太累了 我想要离开这个过程 好不好可以的话 我想要赶快发生那件事情 我想要的 主啊可以让那件事情赶快成就吗 可以让那件事情赶快发生吗 我不知道你在哪一个困难的里面 好不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你要相信你的等待是有意义的 你要相信你的等待里面 可以更认识我们的神 你要相信你已经被神高丽了 你被神拣选了 神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所以好不好 那一件你没有办法相信的事 今天晚上待到神的面前说 神我要信任你 即使我觉得困难 即使我觉得很有压力 即使我看不见事情改变 我仍然要相信 同声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谢谢你主啊 我要祷告 主啊 让我的心可以再一次相信 主啊 让我的心可以再一次相信 主啊 我知道有时候很困难 主啊 我知道我在你的里面 常常很忧伤很痛悔 主啊 但是我要在你的里面 再一次宣告 主啊 我愿意相信 主啊 我愿意相信 主啊 我要信任你 主啊 其实很丑道 主啊 其实很困难 其实恐惧好深思 其实压力好大 但是主啊 祢充满我 祢充满我 主啊 让我继续在祢的里面寻求 主啊 I saw the Lord 主啊 祢是听见的 主啊 祢是听见的而且回应的 主啊 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我们再一次来宣告我相信 我相信天上的神父 我相信神自基督 我相信祢做辞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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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天上的神父 我相信神自基督 我相信祢做辞的胜利 我相信祢做辞的胜利 散会一体生神 我相信永生死后扶活 扶活必领导我 因我相信主耶稣的生命 对不起 最后一个祷告 最后一个祷告 今天晚上我们要为一件事情祷告 最后一个祷告了 我们祷告 其实祢心里知道 祢是已经被神拣选的 祢是被神高丽的 神对祢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所以好不好 祢来面对神 祢来完成祢的护照 祢来完成祢的应许 祢来服侍 祢来工作 我不知道是什么 祢来重点是 我们的神已经恩高祢了 我们的神拣选祢了 其实祢觉得很困难 那应该不是我 那应该是别人 不 神说今天是祢 是祢被我恩高了 是祢被我拣选了 祢是我的儿子跟女儿 我有计划给祢 所以好不好 为着祢的护照 不管是什么 同事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谢谢祢 主要我要为祢所有的年轻人 祷告 主要让他们的心里有一个护照 主要让他们的心里有一个使命 主要是他们可以完成的 主要是神祢给他们的 谢谢耶稣充满在他们的里面 让他们对祢的护照有回应 让他们对祢的护照有感受 让他们对祢的护照有感觉 主要充满他们 充满他们 谢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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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祢 哈利路亚 父神谢谢祢 我知道环境跟日子不总是好过 但是谢谢祢透过大卫的诗篇 主要祢说在最丑陋的时刻里面 也有最真实的相信 主要祢其实是在最丑陋的信任里面 也有最良善的神 耶稣我为这里所有的人祷告 让他们在祢的里面 相信他们是被高的 被恩高的 他们是被神信任的 他们是被神拣选的 他们是被神看见的 他们是被神触摸的 他们是被神呼召的 他们是被神鼓励的 谢谢耶稣 让每一个人心里的那个呼召 都再一次被祢来点燃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继续在祢的里面 再一次的信任祢 再一次选择播放那一个信任的配乐 谢谢耶稣 我们低头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赋上帝的慈爱 并圣灵的感动 在每一个人的心当中 让他们里面 让他们的灵魂 对祢有一份真实的信任 有一个强壮的信任 有一个属于祢跟祂的信任 有一个可以不断来到神面前 相信我们的神听见祢的祷告 也回应祢祷告的信任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再给我们的神一个最大的掌声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感谢神 我们也给钟哥一个最大的掌声好吗 阿们